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我此前介绍过的年度热度榜单 年度金曲等等 都或多或少地反映了近一年来的听众喜爱度的变化 其中有些排行力 公信力极强 上榜歌手均是华语乐坛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 但有些也引发了不少的争议 由于审美确实存在差异 所以不多赘述 大家忍者见人 智者见智即可 以下是由明星权力榜提供最新一期的 华语男歌手网络影响力的指数榜 作为一个主打流量的影响力榜单排名 再一次的出现了变化 易烊千玺地位难以撼动 由于连续多次罢榜 易烊千玺如今逐渐成为了新生代 最有号召力的歌手之一 哪怕她已经逐渐转型在演员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但只要还涉及粉丝 打投数据 易烊千玺仍然是绕不开的话题 客观来说 易烊千玺出现在网络影响力指数榜 并不意外 毕竟她确实有这样的资本横扫同辈 但如果在这个前提条件上加上歌手的标签 或许多少还是有些唐突 不过本就是相对偏流量的榜单 想来也没有必要太过苛刻 易烊千玺身上仍然有很多值得其他人学习的地方 这样更正苗红的新生代霸榜不足为奇 周深再次拿下第二名成为最大的黑马 作为一名凭实力出圈的歌手 周深这几年上升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 甚至几个月前 他还无法在这份流量为王的榜单里拥有姓名 可如今经过了跨年晚会的一波洗礼 周深直接连续两次占据了TUF2 此间变化有很大的参考价值 之所以一直去强调明星权力榜 虽然争议大 但仍然具备一定的看点 主要还是因为时代的发展在推动流量和实力两大标签的融合 若干年后只有同时具备唱功和自我营销能力的歌手 才有机会站在华语乐坛的顶点 所以站在这个角度来看流量也并不全是坏事 至少可以从侧面说明受欢迎的程度 以及商业价值 而周深恰恰就是这一类歌手的代表人物 更重要的是他和排在第一的一阳千玺 有些许不同 如果说一阳千玺代表着绝大多数 先成为顶流再打磨自己 逐渐赢得外界认可的歌手 那么周深则是先凭借唱功出圈 再因为性格讨喜而收获大量的关注 这两者恰好是互相对应的 从彼此的终点走向了对方的起点 同时也充分地说明了几个问题 那就是第一 华语乐坛确实迢迢大路通罗马 只要你足够努力总有机会出头 至于到底是否靠流量起家 并没有那么重要 决定结果的是个人的表现 二呢是不管流量还是实力派 最后都殊途同归 标签只能决定一位歌手的倾向 但不能完全代表歌手个人的发展 任何名词都是相对中性的 如何正确运用才是关键 最后对于其他几位上榜的歌手 也同样表示恭喜 能够在新的一年里收获认可 将是个人事业的良好开端 相信有他们在华语乐坛 会越来越精彩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并非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